最近这段时间 随着质量危机和刷甲高效的结束 这没钱之后又回到了 平静且无聊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每天大家无非就是干干日常 打打本 特训战场里受受虐 南西市里面唠唠嗑 对吧 所以为了帮助玩家 打发这段时间的无聊 小陈又开始整活了 他居然把吃鸡的玩法给弄过来了 你感谢 天福这次推出了一种 全新的远星城PVP玩法 叫做远星城碑 每天的晚上6点到10点开启 24个人上演大逃杀的模式 最终只有一个人可以活下来 吃鸡奖励呢 是一辆30天的摩托车 和30天远星城主的称号 以及一个随机的礼合 说实话 这奖励嘛 其实挺一般的 但是这称号 就不得了了呀 因为他不仅看上去高端 霸气上脑子 而且还非常的实用 打副本直接伤害提升5% 你就说他香不香吧 但是呢 话又说回来了 这种玩法的伤害平衡 是什么样子的呢 装备武器的耐久 会不会减免呢 如果这里机制不完善的话 那普通玩家进去 不就是纯找虐吗 对吧 话说 本来我是借粉丝的号 想进去体验一下的 可结果 这体验服吧 那是完全匹配不到人呢 所以 只能等正式服上线以后再看了 不过 虽然没有体验到玩法 但还是要谢谢这位叫做 碎梦 骆心提供的账号帮助 说真的 体验服是时候真干一下了 要不弄个鬼服摆在那儿 真的就没啥意义了 体验服都体验不了玩法 那还叫啥体验服呀 干脆叫通告福德了 嗯 好了好了 说点别的 最近呢 外服传出了一个宣传片 是没钱之后和一个动漫作品的联动活动 没错 这次联动的主角呢 就是东京餐种里的鸡木炎了 哇哦 不过至于联动的内容是什么 咱就不知道了 但从学生图片来看 应该是武器的皮肤 亚瑟手里的这把紫红色外观的 应该是雷托 瑞秋手里的应该是斩马刀 因为这把刀的外形啊 在东京餐种里啊 出现过 不过呢 这种联动其实跟我们也没多大关系 毕竟之前的神话危机系列 和竞技的巨人系列 最终还是没有上架国服嘛 对吧 但是 说实话 老娘我不得不佩服这策划组的头脑啊 这属实是把雷托给玩明白了 有没有 各种颜色 那是换着来啊 你感谢 所以呢 大家可千万看护好自己的钱包啊 因为接下来咱们国服会不会也有新的联动 雷托会不会又出新的颜色呢 这个咱就不好说了 不过你们肯定都懂的 对吧 嗯 好了好了 不扯了 本期视频呢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